王教授你看一说到这个促销费 老百姓马上第一反应肯定是 我没钱你得让我钱多一点我才能消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如果有钱 但是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 您怎么看待这个两种因素 让人有钱让人愿意花钱 白元松近几天 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被弹章取义了 在这个他和国发院二级研究员王威的对话中 他其实是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老百姓有钱 第二个问题才说增强大家的信心 解决有钱不敢花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的矛头主要对象了白眼松 其实这个王威才是最过分的 因为对于第一个问题 怎么让大家有钱的问题 只是照本宣科的心情议题 什么促进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这些不是废话吗 反而王威对第二个问题 大叔特殊 我们怎么促进新型消费 怎么给大家信心 全部都是在鼓吹中国经济光明论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政府做了多少努力 怎么做努力呢 就是发消费券 发了多少呢 比如说上海几千万人 他发了两千万的消费券 而且消费券这个东西 普通人根本见不到 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消费券了 反倒是只要后面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我们这个地方发了多少消费券 促进了多少消费 为什么疫情那么多经济学家建议要每个人都发钱 是因为在中国如果不是全民都有的东西 比如说消费券这种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落在谁的头上 这些消费券到底被谁领去了 能公布一下吗 我们看一下白岩松采访二级研究员王威的全文 王教授您好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咱们所有人还笼罩在新冠洋了的巨大压力之下 他没法去对比 疫情之前其实很多年里每到两节 大家都会谈消费等等 但是您觉得今年此时此刻谈这个促消费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要促成什么样不一样的目标 严松同志您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两节历来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制 特别是春节和元宵 那么在这个期间 很多家庭都要有很多的团聚活动 所以纹绕着家庭的团聚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活动 吃穿鱿鱿鱼购 这是看起来是传统的这个类型 但是我们看到在吃穿鱿鱿鱿鱼购里边 有很多新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促消费的过程中 政府消费券更多的是促进购买家具 家电汽车 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消费更多的是电动汽车 节能家电是一些升级换代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更多的消费转向了油和鱼 特别是文化娱乐活动 全家出游 这样一些活动 在整个消费的过程中 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全面放松以后 老百姓更多的消费热情 不是在商品方面 而是在服务消费方面 包括文化 旅游 观影 观展 全家出游 都有很多新的内容 而且大家更加需要的是 在一个更新的场景里 一个新的形式里边 来体验这些新消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在海南 去这个叫邮轮的出行 那到我们的南海 西沙 这个邮轮购票 现在是一票难求 那么还有很多文化 体育 这样一些活动 也都是一票难求 所以我们看老百姓 虽然在两节的消费活动中 政府促进的看起来 也是一些传统的领域和形式 但是它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新的场景和新的体验 其实我们在接下来看 因为这一个促字 谁在促 各地都在促 从政府到商家等等 我们看它采用的一些手段 往往是比如说发消费券 打折等等 您怎么看待这些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 所能起到的作用 您期待或者预判 这次两节会有怎样一个消费的效果 从效果上来看 从效果上来看 我觉得今年的两节特别是2024年的12月份 一定是一个开门红的这样一个情形 因为正好2023年的12月份 我们还笼罩在疫情的一些阴霾之中 但是我觉得2024年由于有低基数的效应 首先反映在我们整个消费的增长情况上 一定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促消费这个过程中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边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 到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 都在出台一些促消费的这样一些措施 消费券这几年我们已经使用的比较多了 而且消费券能够产生三到六倍的 这样一个撬动的作用 同时我们在使用消费券的时候 也会针对一些老百姓更加需要的 更加创新的消费来有一些特定的指向 让这个消费券能够更好地发挥这种放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很多地方政府还有很多这种花样翻新的促销活动 包括一些节庆的活动 一些新的场景的这种促销 还包括有一些制度的创销 比如说在上海 我们的化妆品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愿意买一些名牌的产品 但是名牌的产品它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需求 所以它可以在现场根据皮肤的测试来进行定制 那么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就在这样的政策上 有些制度的创新来让更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潜明 个性化的更加的细分化的这种消费 能够在这些新的领域中不断释放出来 其实今年在谈到消费的时候也经常能听到有些声音 比如说有些声音在用四个字叫消费降级 那面对这个两节的时候 您觉得消费是否会升级 您怎么理解有人谈论这个消费降级这个概念 我觉得消费降级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如果深入地看 我觉得消费的降级背后反映着两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一个就是在大家非常关注的消费领域 乃至一些新兴的消费领域 大家更加注重的是性价比 他愿意花更少的钱来获得最好的服务 最高品质的这种产品 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国潮新品 对大牌的平替更加体现这样一种消费的理性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觉得老百姓 现在对于自己钱包里的钱非常的看重 那在他愿意消费的领域 比如说一些时尚的新的体验的 他愿意多花钱 但是在一些比如说基本生活领域 他可能愿意少花钱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可能平时吃个饭吃个方便面就够了 但是他通过把他的钱积攒 他可以买手机 可以去出游 可以享受更多新鲜时尚的这种消费活动 所以我们觉得这也是老百姓消费资源的一种重新的配置 也是需要我们在政策领域高度关注 更加关注老百姓所需要的这种高品质的供给 然后更多的这种新鲜 时尚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来创造更多的供给 您说的其实就是大家议论的消费降级 它是有AB面的 表面上看可能是吃的方面他省了 但是他喜欢的歌星来开演唱会 1500的票他恨不得抢三场 而且还可以打着飞滴去 对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 刚闭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消费的时候 这里有一句话叫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您刚才已经谈了 消费券可能是或者说针对的是 不是传统的汽车 而是新能源汽车 不是传统的家电 而是节能家电 您怎么看待围绕这个两节 围绕开始拉开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您理解的新型消费该是什么 我们觉得新型消费实际上是 区别于我们过去 衣食住行用的一些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的领域 因为中国老百姓现在的收入水平 和它的消费的基础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在商品领域 我们吃得好 现在已经吃得饱了 但是大家可能要吃得更加营养健康 安全还要新鲜 而且要吃全世界最好的 最有体验的这种商品 比如说智利的樱桃 都是坐着飞机来中国 那么再有就是 过去我们以商品消费为主 现在我们的很多新型消费 都是服务消费 包括我们的文化 旅游 出行 观影 特别是近几年体育消费 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消费的内容 那么再有就是新技术 推动的一些新产品 新的消费方式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电动汽车 节能家电 还有在互联网上的一些新的消费的体验 包括咱们现在做瑜伽都不用到现场去 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这种体育锻炼 所以这种服务性的消费 以新技术推动的新的场景 新的产品 新的服务的形式 都在加快发展 所以我们所说的促进的新型消费 不是传统的领域 而是更加的高品质的 更多的服务性的 然后更多的是新技术推动的这种消费 事实上 今年以来 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的落地 也让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得以持续释放 数据显示 1至11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万7945亿元 同比增长7.2% 其中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1万7709亿元 增长8.3%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27.5% 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 市场需求持续改善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民省保障有利有效 转型升级 扎实推进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经济的回升向好 离不开消费的拉动 近年以来 线下接触性消费的快速恢复 也成为消费领域的一大亮点 其中 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 交通出行等服务消费需求 集中释放 除了服务性消费快速恢复 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 升级类商品消费 也在迅速增长 1至11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842.6万辆和830.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4.5%和36.7% 市场占有率达到30.8% 此外 网络消费和智能消费 在今年也有较快增长 当前消费需求正在朝着 发展型的升级方向持续演进 特别是文化旅游 休闲娱乐等领域的服务消费 正在呈现出需求体验化 产品多元化 功能融合化的发展新特征 进一步引导有效供给 扩为体制 消费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器 针对明年经济工作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 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这其中既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 又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优化消费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 消费结构在变化 消费结构变化意味着供给结构 也必须跟着变化 在供给侧 改善各种消费的环境 给老百姓提供更便利的消费条件 这个也有助于扩大消费 消费持续增长的背后 离不开地方政策的支持 就在昨天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提出 2024年将推出六项举措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和增长 更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 市场经济研究所员所长王威 王教授你看 一说到这个促消费 老百姓马上第一反应肯定是 我没钱 你得让我钱多一点 我才能消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 如果有钱 但是他也不敢花 不愿意花 您怎么看待这个两种因素 让人有钱 让人愿意花钱 对 应该说这几年呢 我们这个中国经济社会中 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这种消费的分化 一部分人呢是钱少不够花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有钱不能花 那么对于有钱少不够花的呢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通过 稳定经济增长 稳定就业 来让老百姓的这个收入 能够得到稳定的这样一个增长 同时呢 对于有钱不想花 其实呢 是跟老百姓的这种信心 预期和他这个消费 能不能得到满足 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在提振信心方面 我们觉得2023年呢 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推定 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信心 让大家有信心 同时呢 我们也在通过政策的这样一些 推动和一些这个改革的措施呢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 更加的这个完善 让他有钱感消费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要创造新供给 让他的钱能够花得出去 那么这个方面呢 也是今年 特别是2024年 我们经济工作过程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您看啊 商务部就是之前说 2003年是消费提振年 已经过去了 咱们前11个月增长了 7.2%消费还行 那么明年被定为消费促近年 您觉得该怎么促 尤其今年提振的过程中 容易解决的问题 可能解决了 接下来可能面临 更大的这种挑战 您怎么看这个促字 2023年呢 其实我们的经济 已经从这个疫后的恢复啊 实现了相对稳定向好的 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明年呢 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态势上啊 来持续的推进消费的这个发展 和不断的升级 那么在这个促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呢 还是要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除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要提振信心 同时呢 也要注意啊 更加的这个促进 老百姓收入的稳定增长 特别是在稳定就业 稳定投资这个方面 来给老百姓创造增收的机会 当然另一个方面 在促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让老百姓的钱呢 能够有更多的钱 在这个收入相对稳定的过程中 能够降低他花钱过程中的成本 或者一些支出 来让他的收入更好的消费 比如说这个从去年开始 我们加大了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专项抵扣的一些标准 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住房方面 降低了手套房存量房的这个利息的支付 那么这一项呢 现在已经在39个城市啊 推开了这个政策 已经让上千户的居民 上千万的居民享受了这些政策 节约了这个几千亿的这个利息的支出 这些呢就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的消费过程中 所以也要通过这个降税费 降成本的这种方式 让老百姓的这个钱花得更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再有就是我们要促进消费和投资 相互促进 特别是在服务业的供给上 在中高端商品的这种生产制造上 加快这个投资 提高这个像我们制造业的技术改造 让投资能够为老百姓创造更多的供给 那么老百姓才能够把我们手中的钱花出去 而且要花得更好 好